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学校 出现意外的人叫小明 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打篮球是他品时最大的爱好 除了小明以外 事发现场还有三个人 第一个也是报警的人 就是小明的女朋友 叫小红 第二个是和小明一起打球的队友 叫阿斌 她是小明的发小 感情很好 经常一起玩 一起打篮球 最后一个是小明的同学 小卷毛 但是现在她看起来非常恐慌 米妮 你站在那里发什么呆 赶紧给我录个口供呀 好嘞 我这就去 诶 等一下 我要先从谁开始呢 小明的女朋友小红 你们女孩子沟通会方便一点 其他的我来录 收到植物警官 小红 你报警说 你的男朋友小明 是被人谋害的 你具体是指谁 谋害了小明呢 是小卷毛谋害小明的 她之前对我疯狂追求 经常给我送花送礼物 但是我已经和她说得很清楚了 我也有男朋友了 但是她并没有停止追求 反而变本加力 她昨天还说 她会解决了小明和我一起幸福的生活 不会再让我有后顾之忧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刚刚说的话吗 比如说有没有其他人证 看到小卷毛威胁你的场景 或者有没有什么物证 那个时候我闺蜜小蓝也在旁边 她可以作证 而且我还有物证 我亲眼看到小卷毛将小明的水换成了运动一样 她明知道小明是有一串心脏病的 打篮球不能喝运动饮料都是只能喝水 她却偷偷换了 这样才导致小明在打篮球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 死去的 她这是故意谋害 那个运动饮料在哪里 我保留起来了 就在这 结尾警官 这里有新发现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敏尼 你不要动那个运动饮料线 我这边有新的情况 你在这待着不要让他们离开 保持现场的完整 好的 你也要小心点结尾警官 真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居然为了爱情做出这些事情 太无法无天了 小红 你先说说今天的事发经过 将整个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吧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